嗨,我是阿俊 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 有许多人在好物许愿群里面说 想要一个护眼台灯 那刚好外甥也到了写功课的年纪 所以我打算挑一个厉害的台灯给他用 不过网上的资讯太多太杂 我其实也看不太懂 所以就实际跑了一些店面 然后去看他们每一种台灯 各自的特色还有差异性在哪边 然后根据外甥他的使用情境 我设了几个挑选的标准 那因为外甥最近刚换了大一点书桌 所以我打算挑那种可以比较 灵活调整光照位置的双臂台灯 外甥他主要是用来看书画画跟玩iPad 所以光照的范围 他光均不均匀 以及照出来的东西颜色会不会失真 也是我这次挑选的重点 最后根据我的钱包 他大概同意我买3000块左右的台灯 以上的条件列出来 我大概找了一下有三款台灯是符合我的条件的 不过我真的没办法通过网易的资讯 就决定哪一款比较好 所以我就都买了 可惜因为敬业的关系 所以我不方便将另外两个品牌也一起入境 但我还是会将测试过程中观察到的重点 还有一些差异整理给大家 好那第一个要测的就是我最在乎的光照均匀度 因为光越均匀对于我们眼睛的负担就会越小 这一次的测试啊除了新买的三款台灯之外 也会加入一款以前不知道几百块买的LED台灯 作为对照组 将光源调整到离地面50公分处 由上往下拍就可以看到三款台灯的光照范围都有大于80公分 台湾AA级照度在均匀度上的标准是 30公分内的扇形为区域1 30到50公分的扇形为区域2 那两个区域内的最大灶度除以最小的灶度必须要小于3 不过比起扇形区域 我更想知道书本范围内的光照均匀度 还有外星在画画时会用到的范围光照均匀度怎么样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支照度计来做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上面的数字是最大灶度除以最小的灶度 越接近1代表那个区域内的光线越均匀 太阳光下物体的颜色它的颜色性是100 那LED灯可以做到颜色性95 但T5灯管因为技术的限制它只能做到颜色性80 有些朋友有提到重影的问题 那我这边也拍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从数据上来看 我觉得3000块左右大品牌的台灯 在光的表现上差异没有非常大 包含颜色性 我实际阅读的时候颜色性80跟95 那个色彩的差异对我来讲真的影响不大 除非说你是艺术工作者 对于色彩要求比较高 那可能就要去特别注意颜色性的部分 反而是台灯支架的设计差异比较大 而且支架的设计啊 才是把灯买回家放在桌上 使用起来舒不舒服的关键 在选台灯的时候 如果你的阅读空间 距离你放台灯的位置比较远 那可能就需要选这种可以灵活调整灯头位置的支架 那这种支架的缺点就是它的底座比较重 你可能需要两只手去移动它 比较不方便 那不像这种一体型的台灯 你就可以单手这样随便拿随便移动 第二个关键差异在灯头转轴的部分 大部分的台灯都可以像这样 上下还有左右去移动灯头 只有少部分的台灯可以这样子左右倾斜灯头 这个左右倾斜灯头的功能也是我最后选择爱迪生三代的原因之一 因为外申桌子中间有一个书架挡着 所以它的灯只能放旁边 那我们把灯头调到出桌的正中间的时候 那灯会射到眼睛 我就想要把它下压一点 它就会这样歪 然后一边 另外两台都会这样 就只有爱迪生三代它的万象转头 可以这样子把它调整 强迫症看了就很舒服 最后决定让外申用爱迪生三代的主要原因性 因为光的舒适度 那爱迪生它是用T5灯管 虽然说不像LED灯 它没有办法去调整色温跟亮度 但是我 我妈还有姐夫都一致认为 T5灯管的光 看起来会比LED的光更舒适柔和一点 虽然说这个差异没有到很大 就是要将两种光源放在眼前 然后切换 你才能感受得出来 不过考虑到外申它的用途就是放在书桌上 看书画画跟玩iPad 它不会拿来什么讲睡前故事啊 或是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在让眼睛可以舒适一点点 跟调整色温还有亮度的功能之间 我们选择让眼睛更舒适一点 那爱迪生的台灯除了灯管之外 还有一些设计上跟其他台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的尺寸比较大 一般的台灯它的尺寸大概介于这两者之间 所以爱迪生它不管是灯管的长度 还是支架的大小 都比其他台灯还要再更大一寸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它的底座非常的有分量 这一块底座有3.8公斤 所以如果你想要移动台灯 建议是用两只手抬起来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假如说你不想要用这么重的底座 或者说你的桌面上有没有空间去放这个底座 也没有关系 因为爱迪生在里面有附桌夹 也就是说不管你想要用底座也好 还是用桌夹也好都可以 你只要这样拔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桌夹上面 然后插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爱迪生的灯管是可以换的 像灯罩上面有一个小孔 我们就用原子笔把这个灯罩给挑开 这样就可以去更换里面的灯管 那这个灯管在各大卖场其实都买得到 这一次跟厂商的合作啊 除了有两年的保固跟五年的保修之外 还会再加振一支菲利浦的灯管 那这个灯管是可以用15000个小时 这样子要284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去看看哦 我们下来击子立花 bacter 就好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